各位,我们曾经有谈过Creative Commons 所以C-R-E-A-T-I-V-E-C-O-M-M-O-N-S 台湾创用CC计划里面有很多很棒的图片 而且是不用钱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遵守它的这个CC的原则 然后接下来我们这里面大概了解了它的一个 例如说点选这个创用CC缆人包 它这边稍微解释一下这个CC是什么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去找找看我们想要找的图片 找到图片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去搜寻,马上搜寻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我想要找 找什么 那个电脑学习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授权的方式 授权 找 这边有Google的图片嘛 那还有Freaker 我建议是找这个网站 Freaker的话它的图片比较多而且比较专业 还有一点就是它比较没有那个像Google有很多图片都很小 然后点选寻找 那它接下来就跳到这个Freaker 然后把这个主题呢相关的图片就会呈现出来 正因为它的图片比较大 所以有时候呢你网路跑得比较慢 它就会比较不好跑出来 你看像例如说假设我今天我要这一张图片好了 这一张图片 这些图片可能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它现在找出来了一万张左右的图片 是不是可以把它切换 就是因为我们说CC大概有几个不同的限制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点选 就是切换说我们要符合哪一种的方式 在这个地方是可以选的 好吧 那我就因为在这个地方点下去之后 它下一个画面 它就是有几种不同的尺寸可以让你去做选择 包含大的图片 好 例如说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你看这边有一个下载尺图片 它这边是不是就会有那个 就是图片的尺寸 它有很多种不同的图片尺寸可以让我们去做选择 例如说我要下载这一种图片 就是点选下载之后点这个原本的尺寸 这尺寸就一定够我们刚刚在YouTube里面使用 好 然后下载 我这一张图片我已经下载下来了嘛 下载的图片是放在下载这里面哦 那我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回到刚刚这个地方 从电脑中挑选一张图片去下载里面找这张图片 再开启 图片的限制啊 它希望越大越好 但是档案大小是6Mb以内 好 那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我的频道图片在不同装置上面 看起来会长什么样子 比如说在电视上面看到的话 因为频道在最上面嘛 它在这个电脑里面 它大概只能看到是这样子的内容 如果是在电视上面看到的话是长这样子 在手机上面看到只有在这个地方 只能看到是这个内容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去那个调整一下 调整 所谓调整的话就是我可以去强调我要呈现的位置 比如说我要强调是这个位置 好 然后接下来点选 这边我调整好了就点装置上的预览效果 就是可以看到说频道在我的那个网站上面 频道大概是讲这个样子的图片呈现 最后点选选取 然后他就把刚刚我抓的那个图片呢 就放来这个地方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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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